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电影《大侠胡金泉》第一部曲《先知曾经来过》 已经在上周五也就是10月21号全台上映 第一部曲是以编年史的方式介绍胡金泉导演的经典电影 再加上和胡导演合作过的影人 包括徐峰 郑佩佩 王瞳 徐克 吴宇森 洪君宝 还有我的老朋友石俊大哥 等这些人的分享逐步揭露了胡导的电影方法和美学风格 紧接着第二部《大侠胡金泉》第二部曲 《断肠仁在天涯》即将在本周五 也就是后天10月28号全台上映 第二部曲更从北京 香港 台湾到美国 发掘生活对胡导作品的影响 电影更罕见地从胡导的亲人和亲近的友人口中 回忆这一代大师的生活点滴 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娱乐哄啪 访问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林静杰导演 上一次林静杰导演到访我们的节目是2015年的6月 谈的是艾琳娜 我们今天主题是《大侠胡金泉》第二部曲《断肠仁在天涯》 再提醒一次10月28号星期五全台上映 林导演在没有拍这部纪录片之前 甚至更早可能要回推到几十年前 你对于胡导演的作品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我算是五年级时代 在我对电影艺术刚开始萌芽的年纪 大概就是高中大学的时候 那我还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助教曾经推台电视到教室前面 然后把大家留下来 说这个是经典电影大家要看 那是什么课程 我是念辅大大宗传播影像传播组 对那助教很负责的 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接受一些经典电影的熏导 对结果他放的是胡金泉的三宗传奇 对当然就是那个阶段他放很多经典电影 但其中一部是三宗传奇 那我还记得全班跟着那个剧情 就是没多久石俊他扮演的书生 他就在一个凉亭就睡着了 对然后之后就是展开整部电影的内容 那我们班同学也几乎跟着睡着 对然后等到等到整个看完之后 然后大家就醒了 就说哇诶那个石俊这个书生 他他也是在凉亭又醒了 这样大家就说哇果然是南科一梦南科一梦 我们跟着石俊做了一场南科之梦 这样子对那个就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蛮好笑的 这个就是我们五年级世代 恐怕很多人对胡导演的认识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 因为在那个年代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是台湾新电影崛起 对大概就是80年代初 那整个台湾新电影一崛起 他就像一座高山 他就把之前的台湾的电影 他就屏蔽了 对然后大家就开始谈论电影的艺术 那似乎台湾的电影有艺术 好像是从台湾新电影之后才开始 对我们来说好像是这样 那所以在一直下来 到了大概2017年 我接到这个任务 这个是国家电影中心 那时候他们想要拍 胡导演的纪录片 然后辗转找到我 那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对胡导演的印象 老实说其实并不深刻 这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段 全班一起看山中传奇 所以你之前并没有看侠女啊 大罪侠啊 对之前 侠女啦 龙门客栈当然都知道 那我的印象中 应该是有看过龙门客栈 还有侠女的一些片段 但完整的看 似乎就是山中传奇 好像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 事实上那是我们整个五年级世代 我是五年级世代中那 我们整个这个世代以后 六年级七年级 那更不用讲 大概对胡导演的认识 其实就是这么的浅 对然后 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 对而且几乎被台湾新电影的 这一座高山挡住了 我们不知道以前 台湾的电影史中 还有电影艺术 这件事情存在 现在想起来 不会想象 不会想象在类型电影 或者是市场电影的导向 对 那样发达的这个时代 还会有艺术之作 艺术对 我们就说 那个都是商业 对然后 然后那个年代 大概很少有导演 愿意去探索 电影的美学 然后更深层的艺术 或者是内涵 对 当然有些少数 少数 但是你很难想象 某一个导演 他有一定的成就 这样子 但是2017年 你接到这个案子 怎么会绕在你手上 我好奇 是 他们那时候是跟我说 这本来是个标案 然后留标两次 对那留标两次之后 他们就可以指定了 对那我觉得会绕在我手上 应该是 经常就是很棘手的案子 最后会绕在我手上 这个所谓的棘手 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本身题材不好拍 他在可能比较人文方面 需要更深入的挖掘 但同时第二个问题 是跟第一个问题 是在一起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但是他的预算又不多 对那所以 我在猜他本来是个标案的时候 因为预算不多 所以一些很厉害的高手 就没有来 不容易打掌 对对对 很多高手就没有来标 那可能就有一些 小床播公司 他们可能就是接个案子 然后把他交差 但是这又不是 他们国影中心希望看到的 对就是 你又要马儿 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那后来长长枪的案子 就会找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通常就会 就会是那个 我听到这个题材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也知道这个预算相当为难 但我就会 这个意义 他就在我的脑袋里 就种下了这个种子 然后他就一直 一直萌芽 一直生长 然后让我觉得说 我好像应该来拍他 至于说 那个预算条件不足 这个好像我们一边拍 一边来想办法 是 我们首先谈一个 跟预算有关的话题 这里头有那么多电影的 是 footage 对 我想每一部的这些老片 都不容易取得 而且你要去买到这些画面的版权 也得花不少钱 是 那你是 确实在拍胡金权导演的纪录片 最大的难题之一 就是这些老电影的授权费 授权费 第一授权费非常高 出乎我们一开始的预料 第二有时候 你 怎么个高法可以 可能一部大最小 就要一百多万 随便你用 但是你要一百多万 不是随便用 就是他是算一分钟多少 一分钟多少 对 那以一个段落 我们用了三个段落 还是四个段落 我现在有点忘了 然后每个段落 你想想看 假如一分多钟 那加起来 假设总共三分多钟 那他就要算一个整数 四分钟 然后一分钟多少钱 将来算的 对 那一开始 其实没有料到会这么高 因为我们通常在台湾拍纪录片 我们的经验就是 台湾的 大家都知道拍纪录片 没什么预算 而且他没什么市场价值 所以在台湾的话 大家都会很愿意帮忙 可能会charge一个很少的费用 甚至是 就是用钱 对 无偿 但是在胡导演的纪录片 就我发现情况不一样 因为很多的副体 那就是那个版权 画面版权 在香港 那香港有很多中资 那我想可能跟整个中国的 那个影视的市场 他蓬勃发展 变成他什么费用 只要他认定你是商业的 他就是用商业的一个标准 去跟你说 所以现在有很多 胡云权导演的片子的 画面的版权 是在中国 是在香港的公司 对 但是就是他 他基本上香港的公司 有很多中资 就是把胃口养大了 对胃口养大了 对 那他们一听说 他们的分法就很简单 就是 你会上戏院 那就是商业的 那我们就没有啦 虽然我们上戏院 但是这个纪录片 其实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 别这样想 但他们不管这个 对 那我们一开始会以为说 在过去台湾拍纪录片的经验 我们会以为说 第一 胡导演 在影坛 大家这么的尊重他 然后又觉得 那么为他惋惜 所以现在有一部纪录片 要来拍他 应该是大家都很愿意 对 共襄胜举 然后帮忙乐观其成 我们会以为是这样 但是抱歉 这个是 之前在台湾拍纪录片的经验 但是因为胡导演的纪录片 他的版权就牵涉到 我刚讲的香港 中国去了 那就不一样了 对 刚才提到两个难处 我们从版权说 撬开这个门 就大概知道 里头有多大的唐吾了 但是回头看 你刚才提到另外一件 这难拍 他不好拍 不好拍 对 就难拍在什么地方 就回到刚一开始讲的 胡导演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说 是有点陌生 老实说 但在我爬书很多胡导演的一些资料 我们也知道他很重要 好 这么一个这么重要的 有这么多的艺术成就的大导演 他却在影坛已经渐渐为人所遗忘了 那这件事情 我要如何透过一个纪录片 让大家重新对胡导演重新认识 然后我也希望这个纪录片拍出来 到时候上戏院的时候 不要小猫两三次来看而已 就是大家会产生兴趣 会觉得说 这个纪录片好好看 然后好好看 同时也看到了 胡导演拍的电影是长这样子 原来大家说他的电影的美学 我有看到这些电影的内容了 确实是这么棒 然后就是说 那个说服力是要有的 那同时又要好看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有难度 对于现在的主力观众 我们所谓的主力观众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不要说他们 我这个世代对他都这么陌生了 更何况更年轻的世代 连听都没听过他 那我要如何吸引 大家看到这个片名 会起心动念 我来看一下 所以那你的手法 或者是你放进电影里面的材料 就牵涉到一个市场吸引力的问题 对 那你怎么去克服 我觉得当然胡导演的电影本身 他那些武侠片的那些经典 你一定每一部都可以挑出非常精彩的段落 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那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个好处 就是我们是在讲胡导演 所以比如说第一部曲 我们总共挑了他的八部经典 那当然每一部你最多放个几分钟 那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一部的几分钟的段落 是现在来看也一样相当相当的精彩 是 对 那就不怕了 假如我们要放整部片 当然会担心 胡导演的电影的节奏 他的那个时代的美学 他的打斗的样式 是不是会让时下的年轻观众 会觉得有点距离太遥远了 但是当我们只有放一些最精彩的片段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相对的小很多 然后再来就是我透过很多重量级的引人 比如说 吴宇森 对 大家耳熟能详的吴宇森 许克 王瞳 许安华 这些重量级导演 以及一些重量级的演员 宏心宝 然后当然 但是 宏心宝是跟他是 还是一起演戏的 对 宏心宝 其实是 我在拍他之前 就看了很多关于胡导演的文字的 讲述他的文字 并没有看到宏心宝 对 所以 对 这个让人非常意外 对 甚至是惊喜 对 知道说 洪心宝跟胡导演有关系 而且是那么深的关系的时候 就觉得 我也很惊喜 然后同时我也觉得有看头 有看头 对 所以联络洪心宝出来说的话 应该并不困难 这个有点意思 就是 并没有那么容易 对 然后我还记得 我们为了拍洪心宝 琴佩 我们就跑 还有许杨华 我们就跑到香港自拍 然后就住一个制作公司 我还记得宏心宝 他来的时候 就大概五六个随户 随户 对 跟着他走上一个窄窄的楼梯 然后他一进门的时候 哇 他那个气场 那个大哥的气场很强 而且那个一点严肃 跟我讲说 我是平常是不会接受这样的采访的拍摄的 今天这个魄力是为了胡导演 那我就 我心里就觉得 好紧张 好紧张 是 但是他一开始讲之后 哇 那个 他本来会让人害怕的那个气场就没有了 完全是一个胡导演跟前的一个一个 从小跟他一起拍片的一个演员跟 以及胡导演的武术指导 是 对 那我觉得类似这样 就是说这个片子的看头 类似你不会想到说洪金宝跟胡导演 对 会有这么深的关系 这里面所有黑白片 关于洪金宝演出的那些个 嗯 呃 那些片段 对 我看了都是第一次看 而且是非常惊讶 对 没有想到会有他 他你看哦 小阿女哈 洪金宝他演 那个那个大坏蛋身的身边的两个 嗯 他的儿子 所以那个角色也不轻哦 然后你就看到16岁的洪金宝 嗯 是 然后他扮演锦衣卫 然后就是就是那时候身材就是这样 是 胖胖的 但是那一脸志气 嗯 就觉得爱好好有意思 还他还有一个镜头诗 他有我记得是演日本人 对对对 日本人 中列图 日本武士 对 中列图这部电影 他其实是主角之一 嗯 对他演那个日一个日本让人 而且是那个这个日本让人里面的leader 对 是 在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应该是很敬仰的或者是很崇拜的 这个导演 对 呃他们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在呃没有具备这样的身份之前嗯哼哼哼 说说过的人生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胡云权正好提供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思索 那就是他怎么进入这一行对是老实说也不是那么顺理成章对对对对对对 你你再处理这个这个片段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精彩 嗯 而且非常机智嗯 让他呃说说呃他原来又要入哪一行 后来又入哪一行对对对对对对 谈谈这个对好呃 在大小胡金泉第二部曲段长忍在天涯 其实主要就是聚焦在谈胡导演他的一生 哦那他是怎么样从18岁他从北京哦 在1950年从北京一个人来到了香港 是 然后举目无亲然后一开始钱也被偷光了嗯 所以他就决烂一生哦 然后就开为了生活他就先从打一些杂工哦 打小工打杂工开始后来就是因缘机会在拍片现场嗯 做美术的布景橙色然后呢再成为演员哦 然后演员哎他他当演员就成为一个很很有名的绿叶哦 嗯 那时候叫金泉是对很多就是用他的自己的名字对去掉了 那个姓对然后拍了好多黑白黑白电影是而且很多都很有名我我听说很多观众那个时候会为了他特地去看那部电 是的他像梁山伯与注音台对然后还有江山美人那个游龙西风哎就对江山美人对游龙西风最有名的那一段嘛他演大牛嗯对然后那那是环美掉定就是他那一段就是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对那个大牛就是他哦我我拍这个记录片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大牛是他我好惊讶哎是对因为哎虽然说我没有赶上那个环美掉电影的那个时代但是我记得后来我们很多综艺节目的每个礼拜都有人唱对他就唱这一段很多综艺节目的桥段就喜欢来这一段而且把我就跟你把命拼 改成我就跟你一起走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生殖人心哎没想到那个大牛竟然是胡金犬嗯嗯太有意思了然后后来他又拍了好多戏哦当演员然后也成为很有名的演员之后他又 摇身一变焦雄品的说法是说华丽大转身嗯嗯成为一个导演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非常厉害的大导演是对就是他的这个历程哦我觉得 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就是在我刚前面讲说我我我们这一代一开始对他并不了解哦那我们听到他的大名就是经常跟李奇云李翰翔李翰翔白景瑞跟胡金犬他们四位号称那个时代的四大天王导演然后我们都听说那那那一辈的导演都很凶嘛然后他们拍的电影就是呃相对于台湾新电影是比较 哎古装的为多哦或者是嗯那比较比较你会以为说他们的他们的脑袋思想是比较古板哦你会有这样的以为然后你觉得他们那一代的权威者哦就是就是板着一个脸孔嗯嗯但是我在拍这个纪录片对他有越来越深的了解之后 我才发现哎呀先前那些就是刻板印象嗯胡金犬简直太可爱了是对他是一个很活的然后其实他没有什么框架而且他宁可在片场跟所有的人聊天聊大天聊几年对对对对对不一定要拍一个镜头对对对他大家都说他是百科全书了哦他他跟你谈一个德国蟑螂哦他可以讲个三天三夜 对对对对然后他极爱跟大家聊天跟大家分享然后那时候他就会非常非常的快乐对然后他就不会有一种好像说哎我是大导演的那种那种价值嗯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在拍他的纪录片就是慢慢的去靠近他去靠近他我越来越觉得哇他是一个慢慢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胡金犬嗯嗯然后非常 非常灵活的古灵精怪的然后有有趣的没有身段的胡金犬以及他的他的观点是具有世界观的嗯嗯不是很局限在所谓的中国传统古代没有是对这样的胡金犬就哇他总会在我们说的这个文化材料里面对找到一个非常奇特的切入点对给予我们新的事业对对对对 就是完全不是你原来想像一个拍古装武侠片的大导演的的刻板影响完全不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访问的是林静杰导演台北FM98.1news9898新闻台娱乐哄啪单元访问的是林静杰导演他上一次来节目是谈他的作品爱琳娜这次依然是作品不过 是纪录片已经入围了2022年也就是第59届吉马奖的最佳纪录片我们先预祝得奖谢谢呃电影大侠胡金犬第一部曲第二部曲这两部曲加起来有四个四个小时三个钟头快四十分钟嗯嗯在10月28号星期五这一天全台上映后天就公演了大家不要错过 首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谈到一个话题就是材料的问题是胡金犬生前接受到的影像的访问嗯不是没有片子里面也用到但是看起来比较粗糙啊不容易不容易引起官场乐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 嗯声音也不流的也不多嗯嗯对人家大概很少上广播电台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那你怎么样把原把握这个纪录片的原始材料从传组本身出发好像不容易取得是是呃就是 刚刚讲到说在拍胡金犬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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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创作者 不管是他的创作的心灵 他的人生的故事 你假如不能靠近的话 事实上对我来说 一直会觉得虚虚的 那慢慢的就是从 我们刚刚有讲到 他以前就当演员 就看到他当演员时候 的那么多他的演出 你就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那个很辉邪 或者是一个很叛逆的 或者是顽固子弟的 他演来都是 你看到他做一个演员的身材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还记得有一段 顺便补充一下 在一部黑白片长相里面 也是在你们的纪录片里面 引用到的 王颖老演员 用左手打了他的右脸一巴掌 打了一巴掌下去之后 他第一个伸手去捂住的 不是爱打的那面 是没有爱打的左脸 很精彩 因为他怕还有第二巴掌 所以他防范的那个动作 就变成说 我要遮住我的左脸 后来觉得不对 痛得很右边 那个小细节 让一个 明明很讨厌的角色 在那里产生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喜感 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设计 我相信这是他自己 设计的段子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杰出 非常有天分的演员 但是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更应该这样讲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创作者 包含表演 包含写东西 包含画画 是 对 然后包含就是 那个剧场 比如说他从小到大 看金剧长大的 他对于一个戏剧 在一个剧场的一个表现 其实他也非常非常的熟 然后包含那些 所谓的武术的一些动作 事实上他并不会武功 但是他长期看金剧 受到了熏陶 他知道说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pose 然后再告诉武术指导 说你把他连贯起来 他简直就是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创作者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其实这些素材都是 点点滴滴慢慢的拼凑起来 他一个完整的样子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演了很多黑白电影 当演员 然后他也留下很多文件 他在1997年过世之后 他的弟子 郑佩佩时俊 他们帮他整理他的遗物 然后从洛杉矶 寄回来几十箱 那现在都留在 台湾的影视厅中心 是 的片库 也就以前电影资料馆 电影资料馆 后来变国家电影中心 现在又变国家影视厅中心 对 然后他在树林有个片库 那个片库就收藏了很多 过去的资深影人的一些东西 那光胡金全导演的东西 就几十箱 那这里面呢 他们有把它整理 然后可以把它扫描成电子档 那光是这个电子档 就一万多笔 然后这一万多笔 非常可观 对 这一万多笔你就会 慢慢的去爬梳 你就会看到 哇 胡导演好会画画 嗯 他的每部电影的分镜 分镜表 每一格每一格都是他画 他自己亲自画的 而且画的非常的精美 嗯 对 然后他的服装造型 他也都先画下来 嗯 然后包含说 他 他也很会写东西 是 当他最 寂寞 然后没有 机会拍电影的晚年 那是近年 嗯 他为了生活 其实 帮香港的报社 杂志社写了很多稿 嗯 然后那些 那些稿件也都留着 包含他 曾经想要写自己的传记 是 然后大纲都写了 嗯 但那个 你就看到 他的大纲 第一版 大纲第二版 大纲第三版 但是始终 好像写了序 我记得印象中写了序 嗯 但他一两页 我还记得他有一篇 嗯 后来不知道登完了没有 是 长篇小说 嗯 叫唐桃马 唐朝的唐 是 桃是桃瓷的桃 对对对 牛马的马 在 有点印象 在当代 嗯 杂志上面连载 是是是 那如果说是完成了 嗯 而且是他写完了的话 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部 对对对对 我对这个 这篇篇名我有印象 嗯 对就是 你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 去 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去追索这些东西 然后 尝试把这 这些很杂乱很零碎的这些素材 嗯 慢慢的拼凑建构出一个比较立体的比较完整的胡金选导演 嗯 对然后后来 我其实是蛮被感动的啦 就是从本来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大导演慢慢看到他的游戏有楼的那一面 你讲的拼凑啊 而且完整立体 是 会不会 我这是我大胆的猜测 会不会正是因为他的那些个班底一样的朋友 嗯 帮助他或帮助这部 纪录片 是是 形成了一个绵密的情感结构 对对对 我觉得你你讲到这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大小胡金选这个纪录片好看的地方 嗯 现在老王卖瓜自卖自瓜 不过不过就是 这是真心话 好 很好看的地方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 这些访谈的内容 这些受访者他们的讲话 嗯 好像你一般我们会觉得说访谈好像会枯燥 嗯 但没有哎 这些 曾经跟胡导演一起工作的这些弟子或者这些朋友 朋友 或者是胡导演晚晚年最后他在洛杉矶住了十几年 是 那是他最寂寞最最最落魄的十几年 他在洛杉矶的那些文化人朋友 嗯 比较多的是文化人而不是电影 包括诗人 熬熬 也就是张错 张错 包括 有补大宗 对 那个资深 报人 补大宗 还有 然后王正方 王正方 对 然后还有他在洛杉矶的晚辈 杨敦平导演 沐小辰导演 对 他们都是跟胡导演非常非常近的朋友 然后我透过他们的谈话 你就是他们在谈胡导演的时候 那个真性情 嗯 你会感觉到 他们很真 然后讲出一些 也带出胡导演很真的那一面 嗯 所以你刚说这些受访者的 跟胡导演的情感的连结 然后连在一起的时候 嗯 你就感觉到 一个胡金泉这个人 他的他的自情自信的那一面 也就是你刚刚讲的立体 立体起来了 对对对对 透过这些朋友 哇 只跑一趟美国吗 嗯 对 美国跑一趟 因为事实上我们跑很多地方 你看嘛 香港 香港 是 北京 然后美国跑了洛杉矶跟拉斯维加斯 啊 对对对 那 哦 本来以为只要在台湾拍 规模很宏大 对 本来以为只要在台湾拍就可以了 哈哈 对 所以后来刚说那个那个预算暴增 也这个这个也是 当然也是原因嘛 嗯 不过胡金泉自己拍片 就经常预算暴增 对对对对 所以你 我后来也用这个安慰我自己了 哈哈 包含后来那个 这个胡金泉他拍侠女不是后来变成上下两期吗 嗯 然后我这个拍胡金泉的纪录片到后来我觉得好像一起不够耶 要两期 然后我也用这个自我安慰 我想说 嗯 你看嘛 胡导演 胡导演小女就不得不两期 我们拍胡导演的纪录片 当然也要两期 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在这个纪录片呈现出来 呃 是让我也非常意外的 那就是原来弹床 弹跳的那个弹簧床 是胡导演发明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第一个想到 是怎么样能够让 呃 故事里面或者是片子里面的角色 能够很自在的 飞翔 这很了不起 对 那个时候他拍的电影 就是有很多轻功 那些侠客 侠女 那个腾空而起 那个轻功好厉害 我们作为观众都看得很向往 但是他那些都是用弹簧床 而不是吊钢尸 对 那个吴明才就是胡导演的弟子 他就说胡导演不喜欢钓钢尸 而且我相信在胡导演拍的 那个年代钓钢尸的技术 还没有后来好 他会看到钢尸 对 而且帮起来就忍很僵硬 对 那胡导演就是透过剪接的方式 他可以把那个人跳弹簧床 然后弹到半空中再落地 可能只有两秒 但是他就用剪接方式 让他看起来真的好像在空中 对 在空中飘啊 然后 然后清风这样子 有一个镜头就是在侠女第二集 呃 桥红 大和尚 是 从山缸上跳下来 对 那个画面美得一塌糊涂 对 那我认为是古今中外所有的武侠片 是最美的一个镜头 对 他并不是打斗 对 就是从空中这样跳 大师降临 对 然后然后然后整个山林都都共鸣了 嗯 然后那个大师的那个气度 还有他他脚踩在那个树叶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又又又又又又继续往前 弹跳起来 对 那一场戏真的是非常非常成功 非常有意境 对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娱乐哄啪 访问的是第三次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林静杰导演 上回来已经是七年以前了 是 对 那这一次 嗯 从2017年开始筹划 到今年终于问世 也差不多经过五年时间 差不多 这部纪录片 大侠 胡金泉 第二部曲断肠仁在天涯 10月28号后天全台上映 关于这一次这个金马奖入围 有什么期待吗 嗯 其实金马奖入围最最高兴的就是 会希望胡金泉导演 因为金马奖入围 他被被重视到 再被吵一次 对 再吵一次 因为胡金泉导演在台湾的影坛很重要嘛 在华人的影坛很重要 但是似乎有一点被被遗忘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透过这个纪录片 然后透过金马奖的入围 那在华人影坛盛会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他他被大家再重视一次 在胡金泉导演的众多作品之中 虽然总量不是太多 但是像大轮回啊 喜怒哀乐都比较更少被提及 对 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因为他的经典的电影 龙门客栈 侠女 山中川西 空山林雨 这几部大家常谈的经典 真的是太经典了 对对对 你光谈这几部 自己把自己遮住了 对对就谈不完了 对那当然大轮回跟怒都很棒 大轮回他几部三段式的嘛 他跟李行还有白锦瑞 他们三位导演各拍一段 那那个胡导演的那一段 还是非常棒 那那个是不是还有一部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 对对 也是这种集合式的 没有天下第一就是全部是他 但是天下第一他的情况就有一点点惨 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影要中影的片子 是 然后他很临时很临时找胡导演 说你赶快拍我们要喝碎片 但给的时间非常短 给的预算也很低 那就预算又低时间又赶 然后要就这个条件给胡导演 是 然后胡导演那已经算是胡导演比较后期嘛 那他胡导演事实上在 他我觉得他的高峰呢 是在侠女当然是个高峰 但是侠女之后他在侠女的高峰的基础上 他拍了三中传喜跟空山林 对那大概就是他的最高峰了 是 那在1979年上映之后 进入80年代 我觉得他整个突然之间 就沉寂下来 对 整个突然这个大导演不见了 我感觉天下第一是一部 因为我看了 是一部 这个一方面他又具有一个相当巧妙的结构 是 他要天下第一美女需要一个天下第一 就是有点像烤肉串一样 对 环环相扣 对 这个走马灯式的这个结构 是完完全全中国像是如临外史这样小说的结构 对 没有不得到完整的发挥 我相信也可能是 正如你讲的 可能就是因为片场的资源提供的不够充分 是 所以他能做到的 可能只是他把这个好点子给牺牲掉的 对 几成而已 对 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的 天下第一他讲的一个故事 其实是很能发挥胡导演的机制的那一面 对 他可以把他讲很有趣 然后一环扣一环 一环扣一环 非常有趣 但是但是胡导演的电影假如没有时间给他好好的去琢磨那个场景 然后把服装把造型把那个官帽头套等等的东西做得很到位 那就不是胡导演的东西了 是 对 但是偏偏天下第一他给的时间那么那么少 那个制作费那么少 完全不能去支持胡导演 所以反而让一个大导演 很委屈 对 在这部片子里面 我也曾经跟朱祥文说过 说我第一次看到一部纪录片 每个提到传组的人都在哭 对 我想你在拍摄的时候 我相信图像文也说过 说你不是一个撒勾血的导演 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不是节制之下的产品 就也许一个再能够有节制的导演 碰到了这样的这个掉泪的场面 好像也不能忽视 是吗 对 你在拍的时候是这个感受 其实这些受访者他们哭的时候 都不是在我的预期之内 然后你很讶异 是我也觉得很意外 对 当下我很讶异就是 这些自身的印人 他们大风大浪也见多了 然后胡导演也离开将近25年了 怎么他们提到他 竟然会情不自禁的 就毫无预警的 就哽咽了 或者是他眼泪就流出来 不能质疑 然后我其实是有点 怎么会这样 但是同时那一下 那一刻我也很感动 很感动 就是他们那么没有保留的 然后无法自我控制的 就在那个那一下 那个真性情跑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些人他们提到胡导演 他们就会回到一种 最真最真的真心情 是还有一位哭得不像话 掉头就走 离开了房间 对 林福帝导演 林福帝导演 其实像这个纪录片 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受访者 你是意料之外的 我也不知道林福帝导演 跟胡金权导演 今天有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 竟然这么深 原来胡导演 从香港第一次来到台湾 要准备拍龙门课章的时候 他们就认识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都还是年轻人 是 那个李翰祥介绍 他们认识 还跟胡导演说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个台湾的土小孩 土小孩 对 我就看着八十几岁的林福帝导演 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想象 看着他想象他土小孩的样子 对 然后他们就从此就很投缘 对 那很多场景都是林福帝带胡导演去找的 其实我们很难把这两个人多在一起 因为林福帝 当时生活背景 对 这个整个教养文化都不一样 林福帝最有名的就是拍《星星之我心》 第一电视连续剧 第二是台语的 是台剧 台剧 对 台剧的教父 台剧不是台语 台剧 那你怎么会跟他和胡金拳多在一起 但是没想到他们的情感 就情统 非常深知 对 情统这个结拜兄弟一样 对 然后所以林福帝在访谈中 他谈到胡导演 他晚年他为了拍《华工鞋类史》 他怎么样筹资都找不到钱 而且那时候也不只想拍《华工鞋类史》 他也想拍《丽玛逗》 他也想拍《西游记》 然后想拍《张与竹海》 刘海戏精彩 心精彩 对 他有好多好多很精彩的构想 甚至都已经写了故事了 做好田野调查了 但是就是到处碰壁 到处找不到钱 然后大师落难 他讲到这个的时候 林福帝忍不住 就突然就哽咽了 讲不下话 然后突然就从椅子站起来就离开了 然后就 你还把镜头调过去 追着人家背影 对 我一边很惊讶 但是我就跟 我也很冷静的跟盛 是说赶快镜头攀过去 因为那是真性情 在你的访问对象里面 有一位也令人深刻 有深刻的印象 就是郑佩佩 郑佩佩一再的强调 如果没有胡金泉就没有他 对 而他也正是胡金泉发掘的第一位 对 女演员 对 女弟子 可以这么说 胡金泉的第一部武侠片 就是大最小 1965左右吧 是 我小学四年级 是 所以那时候有看吗 我当然有看 我还跟图江文说过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这部片子里面的男主角 乐华大最小 使用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 是一根青竹竿 对 青竹竿 后来常常被沿用 对 盖帮的那个信物 对 对 就是大最小 郑佩佩演一个 女扮男装的一个 功夫很好的一个女侠 那其实这部电影就 就成为一个分水岭 就是所谓的新式武侠就诞生了 是 对 然后胡金泉大导演的 那个时代就来临了 对 那 郑佩佩在那部片真的太精彩了 她演她的 她片中的名字叫金燕子 金燕子 对 因为那部片的成功 后来就其他的导演就跟风 有无数的金燕子 对 无数金燕子就出来 然后甚至有的 有电影直接叫金燕子 然后同时在很多其他导演的武侠片里面 有角色就叫金燕子 对 哇 所以就是胡导演她 她创造出了一个原型人物 那 郑佩佩也因为演了 大最小的金燕子就一炮而红 那我觉得她在那个 大最小里面的样子 真的是太迷人了 太迷人了 不只包括银春阁是银春阁风波吗 上官临凤也是 龙门客栈的上官临凤 对 那个原型也是 哇 女扮男装 对 在你刚刚讲到的角色的性格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仪态 那会有开创性的发明 是 服装像东厂的服装 红裤子黑衫 这也是服装上也有发明 对 还有道具 书箱 对 带着 背一个那个竹楼 然后放书的那个竹楼 上面还有可以遮阳遮雨的 对 那个也是也是一个发明 对 他在电影的各方面 方方面面 对 不要说包括场景 为什么呢 所有的场景里面会放烟 放烟这件事情 也是大发明 对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开创性的导演 对 然后他这个开创性的部分 我觉得是一直到现在 很多电影都还在沿用 对 而且能够做到跟这个老祖宗 最开始的原型 病假情绪的真的也很有限 是 对 我们常常说这个大侠胡金泉 是一代人物 嗯 这个 今天从两部片子 也就是大家 大侠胡金泉的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 可以看出来 这个所谓的一代人物 嗯 毕竟是管领风骚 对 也许只有十年 但是他的影响却可能长达百年 对 跨了好几个世代 嗯 对 而且他影响到国 国际了 是 对 非常感谢 林静杰导演为我们带来这两部片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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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海日盛绍 涂涂两望潮 浮沉摧浪 指迹今朝 仓天笑 纷纷世上潮 谁抚谁 声出 天智妖 江山笑 烟与烟 途浪途尽 红尘逐世 几多劫 清风仙 景也直了 途情惯性了 一今晚见 来到 归陀佛 芳芳芳郎暂 写得 不 randomized 写得 縮得 estudy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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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